大家好 我是愛元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帶來最新的元神活動攻略 奇境迷丘探幽形活動攻略 今天的話呢是 奇境迷丘探幽形 這個第三天啦 這個拉他摸摸摸摸摸摸的這一關 今天這一關的話呢 離這個打蛋5怕5的這個矛點比較近 等下從這個矛點直接跑過來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給大家演示一下我們這個路線 也是比較簡單的 開始之後呢先往我們右前方大家看到 這邊這個秋秋人 他會跑動 我們直接傳到他的頭上 然後前方這個木箱子上有一個 傳過來之後呢前方這個樹上果子打一下 然後附身到下面這個秋人身上 跟著他的行進方向 我們把鏡頭轉過來抬頭 大家看到在我們前方這個小哨塔上面 有一個弓箭秋秋人 靠近之後呢附到他身上 然後前方有這個芬史萊姆 讓他們轉過來 轉過來之後呢附到他們的身上 然後在前方還有這個秋秋人 會這個走路 大家不要著急啊 我們先跑到高處的這個秋人這邊來 等這個秋秋人走過旁邊那個薩滿之後呢 我們再傳過來 然後在我們的左手邊有這個秋人在挖掘 附到他頭上把這個水池給他打掉 這兩個秋人呢會往前跑 我們跟著他們奔跑的方向往前看 這邊有一個跳舞的秋人在這個冰台上 我們附到他這個秋人的身上 然後呢大家看到我們的角色的右手邊 抬頭空中有一個芬史萊姆 然後附人到旁邊這個秋人上面 等待在低頭看我們就要立出有個水池 把這個水池打掉 然後附身到下面下面的這個秋人上面 等他們往前跑 然後呢再看到我們的右前方有一個坐熱的秋秋人 我們順著他路線接著往前傳 然後再往高處看 高處還有一個芬史萊姆 過來之後呢大家第一頭看到我們 下方腳底下有一個秋人 過來之後呢把前面的篝火給他點亮 點亮篝火之後啊兩個秋人會跑出來 我們附身到他身上 然後呢邊上有一個巡邏的秋秋人 我們再附上去 巡邏秋秋人走一段之後呢 在我們的右手邊會出現這個水池 我們附身到這個水池邊的秋秋人 然後大家這樣轉一下視角 好 附身到這個秋人身上 把這個水池給他擊破 這個秋人呢就會往前跑了 往前跑之後呢大家往前看 有一個在這個小馬路上 巡邏的這個秋秋人 我們附身過來 然後呢再到這個高處的這個秋人上 就可以過來調查這個雕像了 這個路線相比於前兩天稍微複雜了一點 但是也蠻簡單的 好 那這比賽之外我們去下比賽見打掰掰 好 我們這一批呢是這個打怪的 拉拉拉這一罐 你直接開始 今天的話呢是要靠這個下落攻擊喔 來進來之後跟大家演示 好 開始了之後呢這邊打不出沒什麼傷害 好 等他產生這個分場 生了分場之後呢大家不要著急跳啊 等他跳起來生成一個護盾之後呢 我們再跳起來往下攻擊 好 並且呢大家要躲避他的同時再往下 等他落到地上之後呢 我們再下落攻擊 好 打他才可以 那如果說他還跳在空中的時候 大家就會著急跳起來往下打了 好 那麼我們這個傷害是打不出來的 他的跳躍也可以躲避我們的攻擊 這一點大家需要注意 說啥 說啥 好 好 打他之後打完一輪輸出 來我們等下一輪 好 他這個揮手 一直就開分場了 然後大家不要著急跳 開護盾 好 我們再跳 然後呢稍等一下 他還會跳一下 我們再跳 再一下墜 這樣就可以了 那也是一樣 我們打算 這個下落攻擊三次 就可以這個擊破護盾 接著灌傷害 然後等我們下一輪 起來之後呢 會有個攻擊 我們閃避劍躲避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等我們下一輪 起來之後呢 會有個攻擊 我們閃避劍躲避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繼續這個後天再見 打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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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